歡迎您鎖定中視新聞 全球報導 來關心在新北市土城 砂石車緊貼著人行道執行 一不小心夾擊了雙載的機車 害得女騎士和乘客 被捲進車底手腳骨折 在盧州則是有垃圾車 在路中間突然一下鬼切 結果當場年過一名機車騎士 砂石車緊貼人行道 遇到雙載機車 竟然完全沒減速 繼續開 機車瞬間卡在大車縫隙 騎士連同乘客直接被夾擊 連任帶車捲入車底 當場被黏過 別說人了 連機車都被車輪擠壓 到彈起再落下 事發就在新北土城 恐怖擦撞事故 造成騎士跟乘客手腳骨折 執行取締大行車 各式違規交通大執法 紅洋大車驚魂 還有這裡機車騎士騎得好好的 下一秒右邊的垃圾車 卻方向盤一打收切就切 直接將機車撞噴又往前推 騎士被碾進車底消失 畫面中 蘆洲極限路上 恐怖的垃圾車吃人 萬幸的是騎士命大當場 自行爬起 驚險躲過死劫 下面這名機車騎士就沒這麼幸運 只見他一路從外線車到網內偏 下秒子後方叫車 陰面猛狀 騎士安全帽連同人通通彈飛 重摔落地滑行 縱醫傷症不治 當時他剛下班要回家 沒有了斷式左轉被後車追撞 正式的十八歲零姓男子根本沒駕照 開著哥哥的車 這下創下大禍 鏡頭轉到台中民泉路 前方的鄉行車突然靠邊 一群機車騎士 擊殺卡在路口 下一秒 長腿重機女騎士 直接反應大力壓前煞車 還是迎面撞上 正輛重機雷殘 壓在他的腿上 往前滑行好一陣子才停下 痛到爬不起來 只能說上路一秒分心 就會付出慘痛代價 記者 綜合報導 新北市本橋一名女子 她突然一下騎車 從騎樓竄了出來 差一點害馬路上的機車碰撞 而騎士被她嚇到情緒 非常激動 台中的太平 則就是男子 她當街藍車之後 竟然跳上了休旅車的引擎蓋 還拿手機疑似是在 拍照或是錄影 駕駛拼命的按喇叭 但男子不予理會 車子就這麼往前 開了五十公尺 嚇壞不少 募集民眾 機車執行 突然間右邊衝出一部機車 女子沒在看 直接從騎樓鑽進車道 是人真的都會嚇到 騎士忍不住 大火提醒 不好意思 綠燈走啦 騎車不專心 到底幹嘛 白目 女子都騎進車道 居然愣住定格在原地 綠燈了還不走 讓騎士更是活大 一路罵到女子都遠離了 還在罵 台中太平 路口一部休旅車往前開 沒想到引擎蓋上 趴著一名男子 男子還拿起手機 像在拍照錄影 駕駛嚇到一度煞車按喇叭 沒想到男子仍堅持不走 換一個角度看 休旅車一開始停在銀行門口 男子先是擋在前方 後來跳上引擎蓋 想站起來一度滑下去 後來竟用司機跳上去 直接趴著不走 車子往前開了50公尺 他才甘願離去 原來男子不滿 駕駛把車圍停在銀行外的紅線上 所以上前提醒 但駕駛沒理他 領完錢直接就要開離 引來男子不滿 停紅線不對 但現在已經不開放檢舉 男子竟試圖用生命來捍衛路權 危險跳上引擎蓋趴車 自己也違規 要被罰五百元 記者綜合報導 新竹一輛兵士車 他倒車時打錯檔暴衝 直接騎上了後方的BMW 目擊者看到目瞪口呆 而屏東則是有大貨車 卸貨時升起了後車的 但卻不小心往前開 當場扯斷了上方的電線 而且還拉斷電感 把下方的賓士車砸個正著 賓士車路邊倒車 但他繞胸井油門一踩 下面有正輛車騎上後方舊車 從引擎蓋一路爬到車頂 向脫困終於啃往前下坡 結果再度狂撵車身 路過急車後 終於回到平地 路人直擊殺驗直呼 到底開了什麼 賓士車開成越野車 後方BMW莫名被騎 當風玻璃碎整片慘遭KO 超想哭哭 打錯檔 然後就直接氣張 傻眼一幕還有著 貨車車抖身高高 準備卸下鋼板 想不到車輛突然望前滑行 狂扯上方電線 下秒電感 Hold不住了 瞬間斷裂倒下 狂砸叫車 下方兵士 引擎蓋被壓個正著 民眾驚呼 這下駕駛吃力了 不過驚悚瞬 瞬間不止這樣 女駕駛在車裡 驚聲尖叫 因為國道上 沙石車竟突然爆胎 一塊輪胎皮 從空中飛過 車輛狂冒白煙 就差那麼一點點 就要被輪胎皮 砸到與死神擦身 網友驚呼 命算尖道的 但離譜畫面還有著 阿公坐電動代步車 後方怎麼一個小男孩 穿直排輪 留在後頭 這到底是留兵留阿公 還是阿公當起老司機 民眾時在殺暴眼 原來是孫子 剛練完直排輪 要給阿公吃午餐 攔得拖鞋 直接搭順風車 先扶啦 阿姨那裡留直排 要吃我腳本啦 朝車一幕 還有三重這輛大貨車 準備穿越寒洞 下秒碰 車的貨櫃進夢 撞現個護欄 這輛車 哎呦喂呀 當成旺右倾斜 還談了一下 那接著不敵猛力撞擊 側翻倒地 乍是爬出無奈表示 以為自己過得去 想不到高度破表 慘翻車 記者黃明君 黃玉蘭最後報導 台中西屯 在今天清晨 有司機開公車 正要去載客 誰突然失控 衝上了路中央的分隔島 還撞上號製箱 司機送醫選稿不治 而在新北市永和 則是有公車司機 沒有注意 結果擦撞到了路數 前門的玻璃 和後視鏡都已經碎裂 但他還一路載客 嚇壞乘客 天罡微微亮 前方路口紅燈 但公車好像沒減速 司機還越開越偏 結果碰的一聲 直接衝上中央分隔島 把耗子箱撞斷 司機當場失去呼吸心跳 送醫後仍舊回天乏術 他只有早出門 那他有說他身體不舒服嗎 他出門說我還沒起床 說他在台中西屯 台灣大道上 清晨五點多 公車司機正要去上班 不慎失控 至裝釀成悲劇 家屬懷疑是身體不舒服 但沒提到相關病史 只能等法醫相驗後 才有辦法進一步釐清 而同樣是公車出狀況 新北永和國小外頭 下班車潮涌現 公車司機準備靠站 補料車頭偏移 猛裝路數 車身瞬間大力搖晃 前門玻璃隱身碎裂 車門破了好大一個洞 玻璃碎片搖搖欲墜 就連後視鏡也斷裂回損 但沒想到發生事故後 當下司機竟然沒報警 還讓大批學生上車 完全不顧乘客們的安危 從永和開回松山 沿途載客實在有夠離譜 滿危險的 因為那個碎玻璃 上到學生要怎麼辦 繼續載人的話 搞不好又會造成乘客受傷 去瞭解該名公車司機 倒置約四個月左右 一次不首席路況量貨 北市公運處也表示 依照規定不能繼續行駛 但公車卻還載客開回總站 最高可罰九千元 只是乘客如果受傷 真的不是罰錢 就能了事 臺灣一名女車主在二十四號 她停進自家的機械停車隔時才剛停好 人都沒下車 另外一名住戶立刻啟動了機械車位把她連人帶車往下降 她的車門被撞壞整輛車摔進了洞裡 嚇到她尖叫趕緊逃命愛車也幾乎全毀 但對方連一句抱歉都沒有 把所有問題都推給了保險公司 一輛黑色轎車整輛歪斜跌進洞裡 車輪翹起來 車門變形 車頭嚴重刮傷 出事的地點是自家的機械停車場 她沒有注意後面有人 所以她就按下去了 聽到我的那個門已經開始咔咔咔的聲音了 台南這位女車主回到家停好車開門 但還沒下車 機械車隔竟然被啟動 連人帶車往下降 女車主嚇到大叫狂按喇叭 被降到最底層自行逃命 過程中跌倒摔地雙膝都瘀青 意外發生在24號早上 女車主回想起來還是很可怕 我當下有狂按喇叭 對 啊對方就是也沒有回應 然後我還大叫 然後她也沒有人理我 降到底了之後 那個人從裡面爬出來 這輛轎車幾乎全毀躺在保養廠 肇事的住戶被抱怨事後沒有一句道歉 只說交給保險處理 沒有注意到相關聯動的停車隔位上 仍有車輛尚未停妥 在自家道樓庭車廠發生叫車 墜動的停車驚魂 女車主和床貨的住戶賠償問題 還要進一步協調 捷來關章台南報導 蔡英文愛將鄭文燦涉貪收押四十七天之後 被裁定兩千八百萬元交保 而鄭家人前後只花了一個小時 就交出了兩千八百萬的保金 這籌錢速度似乎是比法院所前還快 那麼警方還發現鄭文燦疑似是用人頭 買了兩棟豪宅 地方盛傳 她是鄭百億 凌晨五點點二分 鄭文燦走出桃園地院 黑衣隨乎開道 黑頭車接送 市長排場依舊十足 收押四十七天後 首度露面 頭髮斑白 人也瘦了一大圈 凌晨一點二十五分 才裁定兩千八百萬交保 哥哥兩點四十一分 一小時內就火速籌到兩千八百萬 趕到地院 地院再花兩個小時 清點交保金 網友狂酸 鄭文燦籌錢比法院數千還快 他家該不會剛好開銀行的吧 貧窮真是限制了我的想像 他在銀行關門了以後 居然在短短的一點時間裡頭 就真的頒了兩千八百萬的現金 郭台銘都拿不出來 又是一個鄭文燦 創下了政治人物 在這方面的卓越的能力 你行政院打炸辦公室的主任 竟然坐在桃園地院的門口 等著鄭文燦出來 要帶他去吃豬腳麵線 你為什麼不先問那兩千八百萬 他哪裡來的 檢方發現鄭文燦住過岳父名下 台北大安區的八千萬豪宅 踩在豪宅臥室上鎖的床頭暗櫃 發現六百七十八萬現金 檢方還掌握鄭文燦疑似以人頭 買了兩棟豪宅 作用上億政治現金 地方盛傳叫他正百億 因為他不斷地去把桃園市的 很多的國有土地 不斷地去飆售 動輒就是幾百億 他迅速累積了很多的資產 放在岳父 或者是在老婆的這個名下去登記的話 你起碼可以避人耳目 關鍵是檢方偵查過程 向法院前後申請了十次 搜索都被駁回 最後進行搜索才查到錢 二十七號 檢方起訴記者會不給提問 晚間的雞鴨亭還變秘密庭 連媒體都不能旁聽 名嘴大罵 難道桃園院間還有人想護航 鄭文燦嗎 你在怕什麼 你為什麼怕記者提問 他還不給提問 不能提問 你是蔡英文 雖然現在是半 但是有沒有縮小放大 真的大人不敢碰 記者也不能問 你怕什麼東西 鄭文燦涉灘拖了七年裁判 檢調偵查過程依舊被形容 政治力複雜痕跡斑斑 記者 張成良草廷海岸採訪報導 為了像所謂的頂尖大學 看齊國內有不少大學 今年來開始蓋豪華學生宿舍 但收費當然不低 就有作家在網路上分享 他聽到自家附近的大學 蓋的頂級宿舍 一個學期要收九萬塊 竟然整棟住滿 到底這些頂級宿舍 有多豪華 我們也帶您一塊來看 山坡上這棟高挑灰色建築 隱約可看到燈光亮起 幾層樓高 房外還有超大陽台 外觀低調奢華 內部更媲美五星級飯店 走進房間超大單人床 旁邊就是落地床 有書桌 有衣櫃 有冰箱 超精緻裝潢 很難想像 這裡近視學生宿舍 大家都會想住吧 很漂亮 但是太貴啦 還要抽籤啊 新生家長啊 他們說想排也排不到啊 連早餐店阿姨也有所耳聞 男女混住的高級宿舍 門禁森嚴 還有開放式交宜廳 想打桌球撞球 或者上健身房都可以 作家黃大米發文說 前幾天聽到這裡 每學期要價九萬 竟然震動都住滿了 家長口袋未免太深 花巨姿蓋了新院宿舍 今年六月才完工 學生下週週要陸續搬進來 每學期十六週 單人房九萬元 雙人房期晚五千元 平均下來月租費上看兩萬 一年下來花費最高突破二十萬 有點恐怖 可是現在租好像真的都很貴 我念逢甲大學啊 最豪華是兩個人一間 大小跟那個價錢 沒有很正比吧 台中逢甲大學精彩學社 也以豪華著稱 大電視落地窗 廚房還有層滿的裝潢 房間更是寬敞明亮 美學期也要價五到八萬元 為了滿足現代學生 想住得更舒服 世界各國的大學宿舍 真的是越蓋越豪華 記者李晴晨宣 台北報導 新政府上任滿百日 在反核政策下 讓麥寮燃煤廠延異 核碩董事長 童子嫻 他再度火力全開 痛批火力發電 替代核電是不負責任 生產出來的二氧化碳危害 就好像是嬰兒狂抽一包鹽 是真的不影響嗎 中央太強調 9月6號前會再找央行 討論解決方案 但民眾心驚驚 上車到一半 已經買房生貸 但銀行送件審核的人 就怕最後貸款下不來 還沒上車的 也怕之後申請房貸 變得更加困難 政府是不是要說話不算話 銀行傷死 他的態度就是 你們趕快把錢拿走 銀行都有績效 那現在政府這幾個月開始 風向變得 貸款的年輕人 就是說那我怎麼辦 我會繳不出房貸 我整個房子會不會被查封 不只房貸 隨著AI產業發展 臺灣用電需求大增 民進黨政府卻讓本來 五月三十一 就要到期廚藝的賣療燃煤 發電廠一號機 延長合約至明年底 連賴慶等倚重的 合碩董事長 童子嫻都只搖頭 廢核然後重啟賣療 所以國民健康就是代價 在中南部空污 嚴重的那幾個月 每個人每天包含嬰兒在內 相當於抽一包煙的PM2.5 童子嫻再重申 不排碳的核電 才應該是綠電的盟友 對於民進黨以核廢 核安為藉口不用核電 他同批火力發電 才正正不負責 新政府上任滿百日 但從房價到電價 挑戰恐怕近在眼前 想要挑到好吃的海� 原來竟然要學會 分辨公母 像是龍蝦泰國蝦公的 這吃起來脆彈 而海螺則是母的口感才好 鮑魚生蠔都能夠分辨公母 而白帶魚要看是公的 還是母的 竟然要看下巴 拿起兩隻泰國蝦 從手臂就能分辨出 誰是公 誰是母 手臂長的是公蝦 手臂細的是母蝦 如果要買螃蟹就這樣分 想吃蟹黃看肚子變公母 公的肚子肩 母的肚子圓 再來挑活跳跳的龍蝦 七彩龍蝦乍看都一樣 要辨別最後一隻腳 單次是公的 分岔雙次是母的 想吃脆甜口感就選公龍蝦 最常見的白蝦也是看腳 順直的是公蝦 外開八字型是母蝦 肉質甜嫩要選母的 還有比手掌還長的皮皮蝦 得反過來看腹部 沒槓槓的是公蝦 有槓槓的是母蝦 公的肉比較紮實 而且看相比較大隻 要吃有蛋的 那就一定要挑母蝦 海鮮熱炒最常見的生蠔 跟鵝仔看尾部 平的是母蝦 帶水球的是公蝦 老闆再教一招從外觀挑 海螺也能從外觀分公母 直的樹條紋是公螺 橫的是母螺 挑母的吃 口感好 鮑魚則是看肉 明顯交叉肩型是母 橢圓型是公 蝦類貝類 能分辨還有魚 黃魚 任胸騎 圓騎是母魚 細長騎是公魚 要吃就選公的 白帶魚不用摸 直接看下巴 下嘴比較長是公魚 下嘴比較短是母魚 母魚比較嫩 想買到好吃海鮮 魚蝦貝類 先學認公母 再看是魚鰭 龍蝦腳還是生蠔肚子 小沛寶趕快寄起來 專家要糾正大家的觀念 其實雞蛋一天不只能夠吃一顆 而且吃白煮蛋 營養竟然遠遠勝過其他的烹調方法 雞蛋煎得滋滋作祥散發香氣 雞蛋不但可以補充營養 甚至有人分享每天一顆蛋 雞蛋連吃二十天精神都變好 但到底一天可以吃多少顆蛋 有專家分享 增肌族群一天吃到五六顆蛋 其實也沒問題 過去擔心膽固醇攝取過高 所以建議一天一顆 但其實人體膽固醇 只有兩成十來自食物 所以不用限制每天雞蛋的食用量 醫師表示這樣的說法不完全正確 因為有些人對膽固醇代謝不好 尤其是膽固醇本身就過高 還有心血管疾病族群 這兩類人想多吃 最好還是到醫院抽血檢查 再請醫師評估 但其實雞蛋怎麼烹調 也影響人體吸收營養的程度 最普通的水煮或是煎蛋 營養犀胸能夠達到百分之百的效果 如果是炒蛋或是煎荷包蛋 就只剩下百分之九十二到九十七 但如果用油炸的方式 像是烘蛋炸蛋 就只剩下百分之八十左右 水煮的部分 它一般是靠單純的熱量去加熱 煎的或是用其他的料理方式 會用到油 那其實會影響到整個蛋白質的變性 最忌諱的就是不烹調 直接生吃 不但營養只剩下百分之三十到五十 更有可能把生菌一起吃下肚 生的東西 我們的腸胃道在這演化的過程中 已經習慣了煮熟的東西 它才會有吸收的情形 想要吸收最多營養 最好還是吃水煮蛋 大約等於生吞兩到三顆雞蛋 宣對方法才能吃得健康有效率 今天楊強王一提特別報導 金華城圖利案延燒 檢調繽紛四十三路大動作 搜索威京集團總部 和審慶金的住處 還包括了市議員應小威的辦公室 總共十八個人遭到調查 金華城圖利案風暴擴大 檢方大動作 繽紛四十三路一口氣搜索 威京集團總部 金華城負責任審慶金的住處 也搜了市議員應小威辦公室 創案十八人調查約談 檢察懷疑當初金華城案 應小威就是遷陷人 沈慶金跟大動作發聲明說 他從不送官員紅包 更不可能送柯P紅包 他更勁爆當時有一位科事府官員 來向他鎖匯 但他立刻拒絕 卻不斷遭到報復 還強調他痛恨貪污 認為金華城遭到檢調 污名化 造成寒蟬效盡 以後就算官府有錯 老百姓和企業敢陳情嗎 他還偷罵政府不查貪污的公務員 反而去查勇於認識的人 有人說檢調下一個傳喚的目標 就是柯文哲 有人分析檢調貪污土力重罪 來辦金華城一連串搜索 約談大動作背後不簡單 顯然檢察官的舉動 是在升高整個案件 證據收集齊權之後 接下來的下一步 可能就是要約談柯文哲 到時候會被當庭直接轉為被告 甚至直接當庭羈押 那就要看柯文哲 到時候怎麼去應付這個局面 傳出柯文哲要佔領黨主席 難道是已經意識到 司法大道將對他砍來 而週四 柯文哲將召開記者會 說明假章案 但金華城案引來的司法政治風暴 就怕將席捲而來